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麦子学院 这一节课来讲一下我们的第八章 第八章我们看一下 第八章的话是我们ECShop的 加一个NodeFollow功能 此功能主要是用在SEO方面 很多同学需要使用REL等于NodeFollow 来聚上一个权重 那么我们 稍等一会 那么我们有些时刻需要在这些地方 加上一些这个NodeFollow功能 比如说留言板的话 我们就需要NodeFollow 那这节课的话 可能对有SEO基础的人会比较知道 会比较有这样子的需求 那我们现在用分析功绩按F12 F12 用分析功绩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留言板 那我们现在留言板这个东西 是没有加NodeFollow的哈 我们需要做一个功能呢 让它加上我们的这一个NodeFollow 创口打开一个链接 好 这是我们的留言板哈 是否显示是否新创口 好 我们需要在这一些在一个地方呢 加上一个NodeFollow 加上一个NodeFollow 那我们来如何查找这一个文件在哪里呢 很简单哈 好 我们到我们后的adme里面 然后找到哪里啊 啊 navigator 对吧 就是这一个navigator 然后呢 这边有个editor 就是编辑的这个操作 编辑的这个操作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找到我们的编辑 好 在这个地方哈 这个act等于edit act等于edit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一直往下拉 找到它的这个模板 好 找到它的这个模板 好 这边有个dis displayer navigator 等于add 那我们把这一个navigator 给打开来 这个模板 我们后台的模板的话 是在后台adme下面的一个template 对吧 那我们呢 找到我们的navigator add 这一个模板文件 来 然后需要在哪个地方呢 需要在我们的 这一个是item type 对吧 然后这一个是open new 好 那这一个的话 就是是否显示的一个概念哈 那我们把这一个是否显示的这个东西呢 复制一下 然后叫做nowfollow 好 然后它的名称呢 叫做atem notfollow 好 这边有一个rt 好 有个rt notfollow yes yes no 好 我们这边的话改成 nowfollow atem notfollow 还有atem notfollow 0 两个行数 好 那我们刷信一下 那这回的话我们就多了一个nofollow出来一个是一个否对吧 一个是一个否 那现在我们选择否然后点击确定 操作成功对不对 然后再返回留言板这边查看一下 这边否是不生效的哈 那我们需要做一个动作 第一 第一个动作的话需要到我们的这一个导航栏 麦子edu是这个哈 导航栏看到的这一个是不是n开头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好 nav对吧 nav就是我们导航栏的这一个概念哈 看到没有 这边有我们ezy论堂留言板对吧 那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呢 加上一个东西啊 加上一个叫做notfollow 加上一个notfollow功能 好 加上之后呢 我们到这一个navigator这一边 然后 好 这边是editor对吧 然后看他 如果说step等于actact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act是什么 然后右键查看原文件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一个act 好 那我们act的话为编辑 为编辑 然后step等于2 step等于2就是这一边哈 就是这一边 我们提交的时候 提交的时候 提交的时候我们把这个doll post给输出一下 然后结束当前php的一个运行啊 结束php的运行 然后我们提交 好看到我们的这个提交 itsopen is notfollow是生效的哈 那我们 这个变成0 its notfollow等于0 也是生效的哈 那我们现在呢 需要获取值 对吧 然后把这个is notfollow 叫做item notfollow呢 给弄过来 说明我们是到第二步 然后呢 这边会查询我们的这一些 查询我们这一些东西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notfollow呢 也给查询出来哈 其他先不管 好 目标为分类 没有修改 好 这些我们都不用管哈 这些我们都不用管 直接在这个地方 复制一下type 好 我们只要自己能看得懂就好了 其他看不懂的 好 我们可以先不理哈 可以先不理 我们只需要让notfollow呢 等于我们的item notfollow 好 然后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再复制一下 放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好 放到我们这个地方 OK 两个步骤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刷新 自定义导航 我们看一下留言榜 有没有成功 notfollow for 确定 好 这边notfollow 还是没有没有这样子 没有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到数据库看一下 数据库更新过来 没有 我们的留言榜 我们的留言榜 刚才的这一个notfollow为0 notfollow为0 那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也为0 也为0 那么我们刚才有改一个地方 有改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item if sure为0 或者是唯一这个地方 那我们需要找到这个东西在哪里 找到这个东西在哪里 如果说我们找不到的话 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这个图方法 用我们图方法 在adme这一边呢 直接查找全部 好 来看一下有没有放到哪里了 好 这边找不到对不对 找不到的话我们就 全账搜索 那我们文件不大文件不大的话 我们全账搜索也不会很多 好 这边有个temp 我们直接搜这样子就好了 不要搜这么多 查找全部 好这样子搜又非常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搜就好了 当前这个文件搜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他在这个位 在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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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只需要复制一下 然后把我们的这一个 ist show呢 改成我们的这一个nofollow 好 那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变成否了 如果说我们改成是 是 那变成是 留言板对吧 是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数据库的 好 这变成一了哈 在前台这一边 我们需要改一下 前台需要改一下 就是让我们这个留言板呢 加上nofollow 那前台 那前台在哪里呢 我们也是需要找到前台模板 在我们的lims下面 好 lims下面 然后在pagehead里面 这个pagehead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这个library 扩展目录下啊 这边会有一个 好这边会有个导航啊 会有个导航 我们来判断一下哈 如果说新窗口对不对 那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如果说我们的这一个nofollow等于1 那我们rel呢 会等于我们的nofollow 对吧 好 那我们清空一下缓存 然后刷新一下 在这一个 移到我们留言板 发现我们留言板 没有出来哈 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的话 我们怎么来做呢 找到这个navigator list 然后在我们的前台 在我们的include里面查找 好 那我们这边有个get navigator 查找 我们这个导航的地方哈 我们找到这个地方 它slack信号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值 有没有返回回去啊 我们把这个输出来看一下啊 有没有我们的这个nofollow函数刷新 好 这边没有哈没有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好 我们的这一个nofollow函数刷新 那也需要显示到我们前台去对吧 然后我们再把这一个给去掉就可以了 好 不出意外的话我们这一个也是成功的哈 刷新 留言板我们用这一个查看一下 没有成功哈 没有成功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自断写错了 我们看一下啊 nofollow两个l的 我们再打印出来看一下啊 好 那我们nofollow是出现了哈 我们用鼠标移动到这一边 留言板还是没有哈还是没有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一个 好 不好意思啊 我们找错了 然后这个地方 nofollow 好 不出意外的话是可以了哈 我们再清空一下刷新 鼠标移上来放到这个位置 好 这次啊我们留言板的这个nofollow就出现了哈 出现了 好 那我们再把我们这一个输出的地方 给去掉 好 那这一节课就讲到这 讲到这边哈 大家去想象一下需要什么功能 好自己添加上去就可以了 好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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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大家